大家好 欢迎来到生活在北京 王导你知道今天我们的嘉宾叫什么吗 曹操 他是在中国演戏最多的外国人 他是北京观众极为熟悉的第七日外景主持人 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却能说一口地道流利的北京话 他就是曹操 那接下来我们就掌声请上曹操 有请 曹操穿成了这样 来 请坐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正的 能让我试试吗 给多少钱 你看 这是我那个 我是在荆州跑到的 荆州 对 就因为我的名字 曹操那点 当时怎么选上你的 他们就给我打一个电话 他说 这是曹操那点 是曹操吗 我说是 然后他们说 那个我们想你做我们的 嗯 嗯 我说什么 你想我做什么 他们说我们想你做一个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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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火炬手这三个字 对曹操来说太陌生了 生活当中没接触过 对我不知道火炬手什么意思 所以我说我什么东西 然后别 然后最后我 我 我明白我说 哦哦哦哦哦 是不是那个 那个就是为了奥运 跑着哪一个有火的滚子 滚子 他说对 就是我听这个 哎呦我高兴坏了 不不不 您想跑一下对吧 我这一会儿 一会儿功夫 现在弄完了以后 跑一圈 感觉一下吧 好多那个人激动的不协调的那个 反正说我阿姨坐这也不容易啊 你让待会儿都摸摸这真火炬 都摸摸 好 理解长跑队员 啊理解长跑队员 哎呀好 我是旁边那个 我是旁边那个做保护的 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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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您那个傻样 我 谁家的孩子这是 谁家的孩子 刚才那傻样 就是我的样 哈哈哈 你想 这么重要的事 你说能不紧张吗 跑不谁不会跑 从小都会跑 我知道啊 就是我一直在想 就是如果 当然人家没用 我想我要是跑这个 火炬手 我怎么着也得想办法 得在上面多待点时间 他要上去跑的话 你是怎么处理这80米的 提醒一天 他们就都得开个会 他们说行 你们啊 那个不要跑太快啊 跑太快就 立马就就完了 但是 别跑太慢 很多我们看的跑特慢 就为了把他们时间拉长 跑得慢 不拍你 拍观众 哈哈哈 人家比咱招还多 对 我告诉你一招 你当时他不是不拍你吗 他他到哪儿拍 他到哪儿咱就在哪儿拍 对着镜头跑 他可绝不得 其实 办案也多了对吧 他拍观众就是看你跑 你也就 就跑观众这边对吧 哈哈哈 这个奥运火炬手曹操 在北京已经生活了11年 对于北京 他说他太熟悉了 你看 北京的路里熟吗 熟 熟 多少钱 这六千多 最便宜家呢 最便宜都得六千六百五 挺贵的 那更贵 挺贵的 那更贵 对 那多少钱 六千五 有考虑吧 行 谢谢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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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点 多点 你刚还唱 曹操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 有十多年了 十一年差不多 十一年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考考你 是不是真的中国话就那么好 北京话就那么地道 又得考我 行 你考我我得考你啊 先考过你再说 北京话测试一 词语解释 这北京的话什么叫白货呀 白货 白货 咱这样吧 苍刚 要说不准确 你可以用这个词造一个句子 你 你下白货什么 哎 就是什么叫打水飘 打水飘 对 北飘我知道什么 水飘 水飘 我就是一北飘 这么说吧 忙到借我钱了 但是呢 我在家里一算 我觉得这事儿 他可能不会还我了 嗯 我这钱啊 要打水飘 打水飘了 那你用这个打水飘 给我造一个句子好吗 哎呦 我接了他我这个火炬呢 我就怕打水飘 哈哈哈哈 对 哎呀 谁接的才是这么聪明 我考 去灯 去灯 去灯火柴 有这么一词吗 去灯 你看你不知道吧 去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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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烤 北京话测试二 认菜单 草草 这么多菜呢 给我们点几个 我不认字 嗯 让我试试 试试 试试 三十口 点这个哈 一个菜十口 三十口是地儿 还没闷得了他呢 啊 鱼吧 鱼啊 鱼 什么 香 鱼虾 我不认 我真的不认 因为我上学 就是真正学了中文也就学了一年 嗯 哎那你中文怎么学那么好 脑子好 哎不再这样夸自己 又来一课恋 其实是因为那个我来的时候 嗯 我 我跟我自己下决心 嗯 我说 英文 前 三个月 一句不说 可是你那个时候中文还不好呢 不是不好 是非常非常差 那跟人怎么交流啊 是啊 就这问题 特别难 不过有没有就是说 由于这个语言上面造成了一些误会的事情 啊 咱说 我有肯定有 肯定有 肯定有 我听说有一次这个事情也是发生在餐馆 哎 因为那饭馆 我进去对吧 那饭馆特别暗 然后我吃吃吃 连饭都看不清楚 然后我把老板叫过来 我说 老板 老板 你这个饭馆你知道为什么生意不好 为什么 因为 你的饭馆太黑 哈哈哈哈哈哈 涛涛我倒觉得哈 因为 呃也接触过一些这个外国的朋友 要起中国名哈 他们通常都会起什么像大龙的啊 对啊 什么大尾啊 啊 我是看一本书 孙子兵法 哦 英文版 我那个英文版它是它上边啊 就是有就是有一句孙子的话 对吧 然后就是在他下面有好多个就是古时候的军事家 就评价他就解释他的那句话 就是有什么有诸葛亮啊 也有曹操 我说 每一次 评价解释 就是曹操这个人最聪明 后来 我看了三国演义 我说 哎呀 这人是曹操 我然后我说 那这个名字挺酷的 而且这名字还 还挺好的 嗯 为什么 好记 嗯 真是好记 就说一次我名字叫曹操 没人忘 嗯 而且还有还有一个一个一个好点 你知道我我上了七日对吧 嗯 是不是 嗯 我我开始我上七日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七日那么好 啊 啊 就是 就是不知道收视率那么高 对 然后突然 就是我什么什么 我走在街上 人开始认识我 嗯 我说 哎呦这好 嗯 这好 然后我就开始害怕了 啊 这有啥怕的 我怕他们把我换掉 哦 因为很多很多剧组啊 节目什么 他们就觉得外国人都差不多 后来想了个招 嗯 就是到到现在我说 哎我我那个拍完了 我说哎我等会儿 我有一个结束语 我有一个结束语 他们说行行你说吧 然后那个我也就所以才把我说说好 下一次别忘了说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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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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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名是官了哈 对啊 你说什么呃 下一次别忘了说迈克迈克就到没意思了 对 是不是 哎哎是啊 不好换 你从美国来的哈 嗯 美国我们就要有好莱坞啊 那一出名 那全球都知道 不光是北京的这个大爷大妈 对啊 因为你想对吧 哈莱坞啊 长得比我好看 戏演的比我好 多的是 对吧 但在北京 中国话说的还行 长得还行 戏演的还行 没错